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宁夏考察工作时强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面对新情况 新考验 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党性修养 干干净净干事 始终做到 秉公用权 不以权谋私 依法用权 不假公济私 连结用权 不贪污腐败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4月7号至9号 习近平在宁夏银川 吴忠 雇员 中卫等地 实体了解宁夏贯彻落实党的17大精神 全国两会精神和全国组织工作会精神的情况 他对近年来宁夏在改革发展稳定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习近平反复强调 要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领导科学发展的思维方式 决策措施 工作部署和实际能力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更好地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不断前进 习近平强调 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继续大力开展就业指导 城乡医疗救助 困难家庭学生住学等工作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 习近平指出 在民族自治地区 切实加强民族宗教工作 对巩固民族团结 促进社会和谐 推动经济发展尤为重要 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进一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宗教事务条例 不断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着力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 充分发挥各族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 骨干和表率作用 习近平强调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在于把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好 他特别指出 胡锦涛同志在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 明确提出 领导干部要干干净净 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干干净净这四个字 朴素简洁 掷地有声 是对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 是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明确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 身体力写 习近平强调 领导干部要做到干干净净干事 最根本的是要加强修养 提升境界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尤其要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 一是信仰意识 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二是公仆意识 心中有民 一切为民 三是自省意识 慎权 慎独 慎威 慎有 四是敬畏意识 长思贪欲之害 五是程序意识 严格按规矩办事 六是民主意识 善于集思广义 习近平指出 领导干部干干净净干事 既要靠自律 也要靠他律 要把干干净净干事 作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助劳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防线 要健全体制机制 堵塞制度体制机制漏洞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要把弘扬正气与纪律约束结合起来 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 要大胆启用干干净净干事的干部 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 考察期间 习近平专程瞻仰了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和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就职 然后就职下来